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光 今天我們要繼續玩ROBOX廁所塔房啦 上一集呢 跟大家說的這個抽獎活動的影片 已經高達600個讚了 再突破300...加上400個讚 就可以有機會抽出去啦 各位幫我努力的點讚點起來啊 好 那我們回到影片啊 我們上一集呢 小光是不是花了20抽 就抽中了神聖聖誕啊 雖然非常的開心 但是也非常的擔心啊 各位 這一次的活動 我覺得 做壞啦 遊戲做壞啦 怎麼說呢 這一隻神聖聖誕實在是強過頭了 強到有點誇張的程度啦 大家看一下 現在目前呢 擁有這隻角色的人已經有18萬人了 18萬人了 然後我們的神聖泰坦電視人也才只有5萬人存在 但是 這個神聖聖誕呢 實在是強到已經把這個升級泰坦電視人的這個風頭給壓過去了 再加上這次的神話前塔 他的單位全部升滿的話 一回合可以拿到6000塊錢啊 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這一次的活動非常佛心啊 你看 1%的機率就可以抽到神聖 再加上這次活動還有贈送幸運藥水 將近有2%的機率 可是大家回想一下之前的活動呢 就是贈送1%的機率的都是神話角色對不對 那這一次的這隻角色只要花2%的機率就有機會獲得 然後你們看看這個神聖泰坦 他的花費的總數呢 這隻單位把他升到滿的總數 又比升級泰坦電影人來的便宜啊 他大概只要花4萬6千塊 就可以把他升級到滿 而且他DPS來到74900啊 你知道這是什麼可怕的畫面嗎 你只要花3集的機會 就可以讓他取代掉很多關卡 你知道嗎 這我覺得官方可能要重視一下 這活動剛更新的時候 馬上點進來的朋友們有沒有眼尖的發現 就是這隻神聖聖誕泰坦人 當初的DPS最高好像是2萬5 那時候我有看到好像是2萬5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爆增成7萬4千啊 可能是因為他們再加了一個等級3吧 沒有錯 那這一隻出來之後呢 我發現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因為有點戰力通貨膨脹 你知道嗎各位 我覺得這個雖然抽中的很開心 但是也相當的擔心說 之後呢 這些單位 你們辛辛苦苦抽到的這些神話啊 還有甚至蜘蛛電視這些單位呢 還有神聖這些單位 都會被 就是變成爛大街 你知道嗎 他本來是一個非常稀有 你自己看 我們去看這個表格 是0.02%啊 升級泰坦電影人是0.02%啊 但是你只要花2%的機率 就可以抽到比他還要強的這個單位 所以我是實屬覺得非常擔心官方是不是有點 就是送過頭了 對 他非常佛心啦 那我們來試驗看看 讓大家知道這隻角色到底有多可怕 當這隻角色出來之後 小光開始回想起 五人難度竟然可以隨便 碾壓的這個恐懼啊 硬要接著動漫梗 我只能說呢 真的是很可怕 現在我已經把錢塔 我的這個農夫錢塔拔掉了 因為這隻錢塔實在是太可怕了 我們雖然他只能召喚三個單位 不過 升到滿一隻是2000啊 那我們現在前期呢 我們就把這個聖誕 聖誕這個錢塔先放上去 先放個三個吧 放完三個之後 第四波我就會先召喚一隻蜘蛛電視 那如果沒有蜘蛛電視 你有一些 可以在前期擋掉怪物的 這個手段也是可以 你就找一個單位 只要你能農起前期 只要你擁有一千塊以上 基本上這遊戲就可以簡單通關了 聖誕關卡已經夠簡單了 甚至這個機率還給你這麼簡單 我是實屬覺得 官方要再考慮一下啦 不然 這個戰力通貨膨脹 我會擔心這遊戲的未來 後面都會很可怕 那接下來這些單位呢 就會變成有點 有點 沒有用了你知道嗎 對阿 來我們先召喚一隻蜘蛛電視 來幫我先擋一下 前期的這一波 然後我們剩下的錢呢 就來 累積在這個錢塔上 那錢塔要升七個等級阿 比較貴一點 但是它的貴呢 是有它貴的道理存在啦 OK 那我們現在就是 蜘蛛電視先幫我照一下 後來我們擁有了這隻聖誕泰坦之後呢 這個蜘蛛電視我基本上只召喚一隻在前期 後面 就是躺著贏阿 真的是躺著贏阿各位 很可怕阿 這個單位 大家 擁有的就知道 如果你們擁有 這個升級泰坦電影的人的人 就知道我為什麼會這麼說阿 當你那麼辛辛苦苦 花了 農了這麼多 錢 金幣 然後把它抽出來了 讓它開心 結果聖誕節一出 大家每個人都擁有這隻聖誕聖誕的這個 這個隻角色單位阿 每個人都搶得跟什麼一樣 真的是 我覺得 替這些 花了很多大把金子抽蜘蛛電視跟那個什麼 升級泰坦電影人的朋友們 這感到有點 有點難過 不過這就是現實 因為它實在是搶過頭了 來 我們現在馬上召喚這隻單位出來給大家看 好 首先我們召喚了這一隻之後 你看 它現在傷害是 3247 這個冷卻是0.5秒 所以 你召喚一擊就有6000以上的傷害啦 6000以上的傷害每秒 然後 它是個範圍爆炸攻擊有沒有 然後你看它還會緩 它丟這個藍色的這個禮物盒是可以緩的 基本上你只要召喚它之後 你就可以慢慢 穩穩的升級了 你有沒有想過只要花1000塊就可以召喚一隻 幾乎是滿級的 對不對 你看你們之前召喚一些角色 就算沒有AOE 你說火機啊或其他單位 你要升級到很後面才有辦法 就是每秒DPS有6000以上的傷害 這是1000 1000塊錢就有了 然後你花5000塊 這邊加4000 這邊減0.1 那個時候的傷害就已經破萬了 太可怕了 這隻角色已經是外掛級的存在 我們一直以前 還沒有聖誕節出來之前 一直以為 五條物呢 就是我們的升級泰蘭電影人 我錯了 其實五條物才是它啊 好不好 它是新的五條物啊 好不好 那升級泰蘭電影人 頂多就是一個下游姐吧 呵呵呵 唉 真的是很難過啊 它很強 我很開心抽中它 但是同時也擔心啊 大家能理解我這種擔心嗎 如果 各位懂我的擔心 可以在我的下方留言說 我能理解這個心情 就是有一種做壞了 你知道嗎 戰力表做壞了 它太強 它強到 我們一個人扛兩個人 四三個這個聖誕節難度 其實是扛了過去的 當已經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這個遊戲就是要再好好重視一下 這個強力 強度 強度表啦 當然一定會有很多觀眾說 啊小光你不要啊 這樣官方改了 我好不容易抽到 這個聖誕神聖的人 他又 又削弱了 我們又沒辦法打過了 可是 對啦也是沒錯啦 就是 這是一個很 很矛盾的問題 它很強 但是又不希望它太強 強到後面整個遊戲生態的單位都被破壞了 有了它之後 誰還要召喚神話 對不對 誰還要召喚升級泰坦 呵呵呵 是有些觀眾說 啊召喚它 這個 你手機會過燙或幹嘛的 可是不過 我覺得這東西 可以克服啊 對啊 已經不是這個問題啦 好 我們現在它還在一級 你看 擋了17波啊 目前還沒啥問題 好啦 我們現在讓它升到2等 升到2等之後很可怕 而且重點 這隻角色沒有單位限制 它就跟 一般的角色一樣 它沒有像這個前塔說 只能升3個 或升2個 好我們升到2等之後 你看它的DPI 呃 它的DPS 這個傷害已經 7861.3 然後0.4 所以大概是 丟 每一秒丟2下 2.5下 所以是整個1萬4 1萬5啊 你看 它丟的速度很快 這隻角色已經比我全滿的這個 蜘蛛電視的傷害還要高 雖然蜘蛛電視它造的範圍比較大 但是 你只要再召喚個1隻 我們就召喚個2隻 再花個2000 好啦 這樣蜘蛛電視就直接被取代掉 你不覺得 很難過嗎 蜘蛛電視是多麼偉大的存在 這個 這麼難抽到的存在 直接被這個 呵呵 我真的目前找不到任何一隻 比它還要強的 真的 你看 這樣丟下來 一秒直接幹掉 太可怕了 強過頭了各位 真的是強過頭 我現在擔心的是 好 如果不削減 那它未來的單位 會一直膨脹下去 然後 新手會越來越難打 老手會越來越強 然後就是老手 變成老手遊戲 這是一些塔房 或者是一些線上遊戲啊 或者是一些遊戲的 做到後面的一些問題 很多遊戲都是像這樣子啊 剛開始玩起來 平衡感好像做得不錯 然後來為了回饋觀眾 結果 結果 戰力做壞了 對不對 戰力做壞之後 接下來它只能越做越高 越做越高 那前期要撐這些 遊戲的人 就會比較辛苦 因為之後的活動 你怪物的強度也要做高嘛 因為玩家強度都變強了 四度 四壁這些怪物也會血量變厚啊 或者是有什麼新的 新的什麼能力出來 那 強的人會永遠都是強的 新手 新入坑的人就會比較吃虧一點 真的 這 我第一次玩這遊戲 就有 切身感覺到 這遊戲 很濃 如果 如果你沒有 擁有一個比較強的單位呢 你要 農到上面來 實在是有點困難啊 對啊 小光是非常 非常的幸運 有一些 非常 這好心的觀眾 借我這些單位 讓我有擁有這些能力去農 可是 新手就不一樣了 新手就是可能要 在 這個 聊天室喊有沒有人可以帶啊 或者是 能不能贈送一些禮物 給他 然後那些單位還不夠 還不足以打未來 通貨膨脹 戰力通貨膨脹的這些 角色 欸 不知不覺 升滿了 你看 現在升了八等喔 他吃了到 吃了我大概一兩萬塊錢 可是你自己看 每一回合 每一回合 就有六千塊錢 這隻要四萬塊 我們大概只要 撐個三四回合 就可以直接 升滿一個單位 升滿就有七萬次的傷害 再加上暴擊 再加上緩速 很可怕欸 暴擊加緩速 再加上七萬四的這個傷害 每秒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敵手 就算你不升滿 我們三隻加起來 就已經有一隻 升級泰坦的傷害了 你看 我點到二級 只花了六千塊錢 我們有一隻 升級泰坦監控人嘛 那隻花大概要兩萬多塊錢 可是他只要花六千塊 就可以 跟他差不多 甚至他還有加緩速 那隻沒有加緩速 是不是 聽起來就非常的可怕 六千塊 等級二六千塊 你只要召喚三隻 打起來就有四五萬的傷害了 那你說這個 這個聖誕節 已經夠簡單了 再加上這一隻 是不是已經變成 躺著贏的遊戲了 接下來你看 就是真的就是發呆 等他錢 農滿四萬 直接升滿 有沒有 那我們就 升這隻好了 因為左邊 右邊會特別多 右邊這一條 凹槽比較多 那 他還是會被暈 不過暈的次數不多 可能蠻抗暈的 會被暈 但是不會被暈很久 所以基本上 我醫療電視 可以根本完全不用擺 就算配暈一隻 我後面還有一隻在打 你看這隻已經七萬了 你看傷害已經升滿 你看三級就升滿 你有神聖前塔加這個 真的無敵啊 真的無敵啊 沒有任何個關卡 目前是 這個遊戲沒有任何一個關卡 都打不過了 甚至五人難度 我們目前都可以扛得過去 而且大家現在人手一隻啊 有十萬個玩家 已經擁有這隻角色了 就是代表什麼 你知道這隻角色已經 大概 抽到的機率 貶為大概神秘這個階級 但你擁有神聖的 這個單位的傷害啊 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 你自己看 這傷害太可怕了 我們也是可以再召喚一隻 這個 升級泰蘭電影人 那你就可以知道 花費的特別多 傷害也沒有他大 又沒有這麼緩 又沒有這麼暴擊 他暴擊起來很可怕欸 他只要丟出一個綠色的 可 丟出一個綠色的禮物殼 你是可以直接看到那隻怪物 一百萬的血量會直接消失了 很可怕 OK 我們現在兩萬八 我們就現在密切關注這一隻 一趴的傷害 你看他丟這麼快 一趴其實 你看 有看到那個綠色的嗎 那個就是暴擊啊 丟出那個綠色禮物殼 我們就這樣觀察一下 等那個禮物殼丟出來 你就可以看那個血量瞬間爆掉 真的是無人能敵啊 太可怕了 這是 目前 此遊戲傷害最強最高最可怕的角色 不過還是建議這隻角色要搭配神話前塔 因為 四萬塊錢也是不小的數字啊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有兩隻全滿了 你看這樣七萬四加七萬四 將近已經十五萬的傷害 那這隻在升上來不就二十幾萬 那我當 五隻擺在一起的時候就贏了 這個 七五三十五三十幾萬的傷害啊 我甚至蜘蛛電視都可以賣掉 你看蜘蛛電視都不需要升滿 真的是很可怕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炸了這個傷害 炸炸炸炸炸炸炸 而且這隻召喚十五隻都放兩等 那畫面實在是 非常的壯觀 而且 非常可怕 呵呵 我們先 我們先走一個 先把他們全部升滿的流派好了 我以前是走 全部都 放滿之後 再一隻一隻升滿 因為 你只要六千塊 就有一隻單位 超爽的啊 基本上真的是超級爽 噢 爆擊 他的爆擊不知道傷害是怎麼算 大概是 七萬的雙倍傷害吧 我覺得很強 我不知道爆擊怎麼算 不過我可以看到 直接看到 只要綠色的禮物盒一丟出來 那個HP是直接 瞬間少掉一大堆啊 OK 我們現在三萬八了 這邊這一隻也要把他點滿了 我們完全都不用去站到其他地方 我們就站這裡就好了 好了 升滿之後 我們就可以召喚其他的 放這裡好了 被暈也沒關係 有沒有 升滿 基本上十八分鐘 平均十八分鐘 十九分鐘 就過一關了 丟丟丟丟丟丟 我們來看看 會不會出現一個 而且這個爆擊 還不是只有等級三才能丟出來 等級二就能丟出來了 那基本上 你只要等級二 你放個十五隻 你都不要放等級三 搞不好都能過關了 對不對 又有十幾萬的傷害啊 人家丟得很快 傷害 每一下的傷害又是非常痛的 你看有十幾 一萬七 錢真的是超級多 四十幾波了 完全沒有感覺到 任何一絲 呃 困難 他完全走不到這裡啊 也不會讓他走到這裡啊 哇兩萬五了 四十二波 啾啾啾啾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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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各位可以去抽抽看啦 現在每個人就算 就算沒有完全通關呢 也是會有 擁有禮物盒嘛 這個禮物盒呢 再加上 記得要配幸運藥水來吃喔 我現在已經看到很多觀眾在聊天室 就是在遊戲聊天室刷 我抽幾抽就抽中了 你看 這麼好抽中 就是 好不好 趁他削弱之前 大家趕快買起來 趕快刷啊 哼 我是覺得要嘛是削弱 要嘛就通過膨脹 這兩條路走啦 這樣 強過頭 之後只會越來越強呢 或者是 之後可能 官方發現了 太強了 就削弱了 有可能 好啦我們召喚一隻 升級泰坦電影人 給大家看好不好 他要花費了錢 我們先花三千 好啦你看我現在又一萬塊 召喚上去 這個錢啊 已經花了三四萬了 對不對 還 你看他現在傷害才 九 九千多 然後這樣打大概 一萬多吧 好啦其實 就算一萬多好了 你看你已經花了三四萬 還打一萬多 這只打六千就一萬多了 然後再花一萬五 總共大概要花七萬 將近七萬吧 六七萬塊錢 六七萬塊錢 召喚一隻 升滿的升級泰坦電影人 然後效率又沒有他的好 又沒有緩 又沒有暴擊 對不對 他可以這樣持續傷害沒有錯啦 可是 真的是覺得 好不好 各位 升級 太坦電影人 都要哭啦 你是不是要哭了 升級太坦電影人 我都想哭了 你明明是一個這麼帥的角色 我知道他長得有點醜啊 可是他真的是強過頭 好不好 這個數據是不會騙人 來 打到五十波了 這時候呢 五十波我們就可以把這邊給賣了 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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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各位 真的是太強 你看我現在只召喚四隻 我還錢還有兩萬多啊 我其實基本上還可以再召喚其他的 真的是太可怕啦 聖誕神聖 你們召喚了 你們買了披薩 神話 當初刷了神話 那個機率那麼低 兩趴 直接屌打 好不好 兩趴直接屌打 太可怕了 我覺得 現在 神聖泰坦 電影人的這個市價一定是 狂掉啊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股票 這個是個台積電 本來六百多塊錢 直接掉到剩兩百多塊啊 真的是可怕 因為有一個新的巨型龍頭 巨型龍頭 橫空出世啊 對吧 就是說你啊 太可怕了 好 打到最尾端了 你看我還可以跟大家閒情益智的這樣聊天 聊著聊著就打完了 然後我們來 來召喚那個聖誕海 呵呵呵 這叫聖誕海 什麼叫聖誕海呢 六千塊就可以召喚一隻嘛 來聖誕海出來囉 我們讓 我們讓王 呃上一課 呵呵呵 什麼叫聖誕海 讓他吃聖誕海的厲害 哇他這嗡的聲音 我知道了 升級泰坦電影人 唯一贏過的就是 他這個嗡 可以把我們的炸彈聲給蓋過去 恭喜你啊 來 讓他上一課 三百萬的血 走到這裡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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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還 還冷凍他啊 還沒到我們這邊丟 喔開丟了開丟了 我們七萬這邊的傷害 開丟了 哇 哇 三百萬 三百萬跟什麼 毛一樣啊 三百萬跟三十萬一樣啊 過了 各位 好了各位 不知不覺就過關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mission又獲得了 三千經驗 再加這個 五百的禮物啊 我現在 目前 這邊全部都有了嘛 所以我會把這個禮物盒拿來換鑽石啊 因為我覺得鑽石就是一個通貨 呃 因為我覺得鑽石就是一個貨幣嘛 所以你把它換起來 我覺得不虧啊 完全不虧啊 對吧 換個鑽石 換個鑽石起來 把鑽石換一換 把鑽石換一換 然後如果我們真的要抽的話 你看這邊有九坪 這個有十二坪 你可以增加兩個硬幣 呵呵 對啊 所以呢 各位 你們覺得這一次 聖誕神聖是不是做壞了 如果你們覺得是的話 在下面說 是真的做壞了 啊如果你覺得不是的話 你也可以說不是 或者是你們有其他想法 也可以說出來 那大家不要忘記 點讚點起來啊 我們上一部影片 跟這部影片 都把它點讚點破讚 好不好 點破千讚 好我們再來抽其他 單位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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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